我们感受到的问题是厕所很脏又很臭 我们想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利用午休时间到各班教室 对小厕所的同学进行访谈 理解他们遇到的问题 小朋友要做一个第五次访问 所以有些问题想要请你帮忙 第一个问题是你帮忙的是哪一间厕所 四楼的 可以讲清楚一点吗 四楼自然教室旁边 这样的一些点子来让厕所更好 例如用麦块拍宣传影片 或在厕所上智能扫地机器人 一名老师和学生进行评分 看看我们哪里少得好 哪里需要加强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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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利用课堂时间向创意中心的老师和同学分享DFC挑战的成果 我请他们给我们建议跟回馈 藉由我们这次DFC所办的扫厕所比赛 让我更会扫厕所了 以后我扫厕所就不会那么的不开心了 而且在家还有在学校也都用得到 我觉得很实用 做完那个DFC挑战 我觉得让厕所更加运气 以后我就比较会去上厕所 而且也学到 厕所 以后在学校就更可以去上厕所 DFC挑战 让我学到 那种活动有时候好像是流程 那种安排人员 要做什么 在这次活动中 我觉得如果将工作分配得很好 活动就能很顺利 如果能按照大家的兴趣和专长 来分配工作就会 DFC挑战 You can I can Yay